尊敬的网友们 推友们 大家好 这是文贵达到13万推友关注的感谢视频 虽然我们的敌人 盗国贼们采取了各种下三滥的手段 但是网友的关注没有减少 这对文贵是最大的一个鼓励 也是我的动力 我一定不辜负这个网友们和网友们对我的这种支持 这个今天我想主要谈一下 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大家谈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海航这个事情 实际上我都准备着这些绝大多数的证据和事实 我是要在全球新闻发布会上去讲的 我简单讲几个观点 这个事实 大家不要主要说证据是事实 现在这个海航的所有的有关的经济数据 财务数据都在网上可以查得到 这不用我去提供证据 这个海航在短短的这几年 从1000万发展到1万亿人民币 天下少有 他七个股东 每个人的这个现代呢 是1400个亿 平均的产值了 1400个亿 这也是人类上前所未有 那么昨天我看到了秦伟平先生 在这个陈小平先生的明镜火拍当中的一些论断 非常的专业 那么这是咱们所有的推友们和网友们应该注意去看的节目 去多听一些专家去说一些话 而不能广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人一些专业人士 只是证据证据啊 只要证据不顾事实 只要只给我要证据 而不去自己去找证据 或者自己去这个找这个事实 这个线索 文贵不是法官 谁都不是法官 文贵也不是检察 也不是检察官 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事情 秦伟平先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 那就是说 他问了几个问题非常的好 海航这几年这个贷款 拿什么做抵押的 而且他将近百分之百的钱都是从国内贷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国外贷款呢 他拿什么做抵押的 第二个这个问题 问题非常好 按照现在陈锋先生自己所说的 他的资产现在是一万亿 负债百分之七十 就是七千亿 实实不是的 超过八千亿贷款 这个将近七千亿货也好 八千亿贷款也好 百分之十二的平均的利息的财务费 那么他就是一年要大概赚八千亿贷款 八百亿到九百亿的存利润 还要扣掉他所有的成本 按照中国现在政府公布的 就各种行业的回报率存利润 超百分之五的几乎很少 那实际上都是范图的搞黑社会的了 那贪官是没有成本的了 是百分之百的利润 如果正常的商业的话 那这样算他大概八百亿到九百亿的存利润 他的营业额大概得到两万亿 这个两万亿很显然 这个陈美平先生说的第三个很好的角度 他说到这个钱最重要的是 他说是四百多亿这个在海外 错了大概六百多亿美元已经到海外 这些六百多亿美元到海外 这些投资的主体和结构 很多都是跟海航国内的贷款的机构 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和上市公司都没有关系了 那结局很简单 就是国内有一天他的企业破产的时候 那么它宣布破产就行了 海外这六百亿美元怎么追回去呢 谁能追回去呢 秦伟明先生说了 那就真的是一百年通过司法机构 都很难把钱给追回去 另外一个秦伟明先生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如果他没有背景 这个贷款怎么可能带得出来呢 那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今天负责任的 我愿意跟陈峰先生 王健先生面对面的对质 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官司 我保证他的贷款都是不合规不合法的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中国现在老百姓 连取三千美金五千美金的孩子上学都不让取 那你怎么把这个几百亿美元给汇出来的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就是你汇出来吧 这个你汇出来的美金还有投资的取向 国内银行怎么控制呢 根据中国现在的这个所有贷款的控制体制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秦伟明先生给出了我们大家很多很好的观点 和专业的意见 这个专业的意见和这些观点 就是一个对到了今天海航的事实 海航跟我无仇无厌 我在此真的是 我希望陈锋先生和王健先生 你们一定要明白 我跟你们无怨无仇 这个我也知道做企业有多么的不容易 在那样的大份池子里边能游泳能活到今天都不容易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不用上别人的大 你找你的福布斯黑我 你找这种这个这个什么美国的黑社会 想办法干掉我做掉我 然后想尽办法去研究我 陈锋先生王健先生特别陈锋先生您是信佛的人 您是虔诚的佛教徒 我非常的尊重您 您去想想这件事情文贵是没有选择的 我没有选择 您做的这个事情不是文贵报 早晚都得报 而且您要知道您和王岐山书记 几十年的相识到海南所有的你们的这个合作亲密无间 包括这些银行行长带给你钱这些关系 而且这些行长给我和提供了各种的贷款的理由 当初的过程和细节 每个人都害怕被王岐山书记给抓了 而且你们每天几乎一年 我们给你数一下过去的大概在七八年里边 这个王健先生和这个姚庆先生在一起的时间 超过了他夫人的大概是二十倍 王健先生和姚庆先生飞行的时间已经几千个小时 也是人类上可能是最多的了 那么姚庆先生和王健先生给银行代表的姚庆先生出面 代表王岐山书记出面 而且是王岐山先生的夫人姚明山姚明端 都是经常坐你飞机 也不是一次也不是十次那是N次 那么很简单中国谁有这个本事 只有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有这个权力 当然了习主席的权力他不会这么做的 那么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力 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带了这么多钱呢 您带这钱都六百亿美元转到境外去 怎么能保证这个钱能还和回报呢 陈锋先生您可能听着不舒服 但是陈锋先生这一天 陈锋先生和王健先生这一天你们早晚都得面对的 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钱 这些人孩子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啊 你看到咱们这个这个国内的这些山村的人 大多数人还现在是人与处同居 人类上最惨的时刻 除了这个实际时代之外 人和处相居还有很多呢 我们一想想头一段时间 在这个四川吧这个山区里边 一个一个家的家庭妇女啊 丈夫还残废了她为了这个生活下去 最后取消了她三百块钱的低保 最后她把四个孩子全部给砍死 最后自杀 她只需要几百块钱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有良心 我们把钱都转到境外以后 怎么给这个社会交代呢 所以说陈锋先生和王健先生 希望你们能对文贵这种行为呢 表示理解 但是你不理解我也没办法 你是个信佛的人 这可能都是我们的宿命吧 佛祖上天给了我们使命 培养了不同的角色 我希望您真的能静下心来 这个好好思考这个因缘 这个轮回 这个开始 特别我要说到 昨天我录的那个视频当中呢 这个BBC的采访报道的 叫完整版实际是不完整的 那个因为在这个调整事务当中啊 它采了很多 这个BBC呢 当时没有播出的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胡舒立 还有国内的很多的人 施加了压力 BBC呢需要我修改 修改这个十九分钟的版本 二十几分钟的版本 而我本人亲自去了 BBC的总部 建了他们最高层 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啊 就是咱们这个国内的媒体 已经深深的影响了BBC 而且他们的管这个全球的这个新闻部的总裁 刚刚的访问了财信啊 财新 而且访问见了胡舒立 所以说我感受到了他们这个BBC 受到了中国的各方面的压力 包括他们也召见了BBC的几个记者 要求也是取消他们的这个记者签证 让他们这个威胁他们不要播出 我可以理解BBC 但后来呢这个视频呢因为是我有 后来还有我们自己配的这个英文字幕 在配字幕当中呢就是掐的呢 这个剪辑的呢不好 那个一千亿美元我要重申一下 一千亿美元是在问到我们的几个基金的时候 这几个基金总管理的资产 管理的资产的总额约一千亿美元 那不是文贵的 那文贵有一千亿美元我也不爆料了这个 我可能真的是这个干别的事儿去了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家族所涉及管理的资产 和拥有的资产二百八十亿美元 希望也不要误会 第三个是这个其中讲到的是 塘币挡车 塘币挡车 我说是螳螂挡币 这个中间呢前面有一段故事 因为这个我本身是口误 这位给我通话的领导呢也口误 所以说呢我就说了他也纠正了我 我还告诉他说你这个螳螂挡 塘币挡车和螳螂挡地实际都一样 就是我是小人物啊 您就是说的我就是个虾米都不是 所以这段都掐了希望大家能理解 但是我不在乎现在网上很多批评 文贵没文化呀真的没文化 想装有文化多累的多可怜的 我可不想装 但是呢我特别对我自己的这个水平和修养 还有道德那是非常自信的啊 所以说呢所有文人批评文贵有没有文化 我再说我是流氓我是土匪我是诈骗 我是杀人犯由法院来裁决 我今天干的是跟我郭文贵是什么没关系 主要的是看我报的料是否对这个国家有帮助 是否对这个人民有好处 是否能真的推动以法治国 甚至是否能真的能推进不要以贪反弹 不要以警反弹 不要以黑反弹 这是最重要的文贵的事情文贵自己承担 文贵的水平那文贵自己要承受水平和带来的任何政府负责作用 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啊 另外一个最后我想说的还是回到海航的时间 海航的时间所有的涉及的这些银行的贷款 未来一定会真相大出的啊 一定会真相大出的 我知道最近这个北京派来了最高层有中主部的 也有政法委的还有公安部的啊 都到美国在华盛顿啊 这几天我都得到消息 国内外就是不惜代价要把文贵给弄回去啊 这个他们真觉得是美国就是他们的这些某个局呢啊 就是他们的公安局北京市局江江洞说了算了 他就以为是大连市公安局刘乐国局是市长局长说了算了 你们可以试一试啊 当你们再无底线往前前进的时候 你看看会发生什么啊 只要你不一枪把文贵给毙了 你不把我这楼给炸了 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已经试过很多年了 二三十年来 文贵已经给你们再表演二三十年了 再表演一次也不多啊 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虽然有人也给我在私下接触 缓兵之计啊 这个一面讲和 后面一面埋兵固阵 准备把文贵一箭封口给射杀 你要在美地间共和国 你们要能做到这个了 郭文贵死了也就值了 因为这会让文贵用生命来证明 你们是真正的盗国贼 你们真正的是龌龊的 你们是坏人 还有美国这个国家也不可信任 用文贵的生命的唤醒这些 那是值得的 希望你们在纽约 在华盛顿的所有来 跟美国政府 以国家利益来交换 要把文贵弄回去的人 希望你们的生活得很好 你们注意安全 这个不是这个世界 都是你们说了算的 文贵做好了一切准备 我也希望你们做好一切准备 咱们拭目以待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您 谢谢所有的退友们 谢谢